那同時紙幣斗書裡頭有沒有 每一個人三年五月十五 都有一個畫柯 畫是變畫 柯代表桃花的意思 意思是正桃花 是 所以您是幾年次的 六七 六七 那我先開妳的好了 好 好喔 再來臥室 六七 叫做我們說的 叫做米色的窗簾 因為六七是霧年生的 叫朗月又姬又壁心畫柯 所以米色窗簾對妳來說是加分的 是米色的 妳老公幾年是 她是六八 六十八 二十八 所以來看一下 好 因為我們說這個 天良心 它是貴人心 那黃色的水晶 也代表它增加夫妻的情緒 來在房間 臥室那個地方都是加分的 那機會增加感情 所以你們兩個臥室 都加這兩樣東西 對… 就很加分 所以你們兩個尾室 自己報名好了好不好 尾室 沒有報告 我們知道這期要出幾號是不是 所以要出幾號 那我自己本身是三 所以本身來說 我們說連破五陽 五曲心畫柯 我的桃花心是五曲 五曲本身屬西方金 所以跟金屬有關的飾品 或銅座的床 或是銅雕之類的 放到我的臥室 都非常的增加情緒 很適合你啊 就有這種通臭味 你以前嗎 我有銅板嗎 我有銅板嗎 我有很多 所以你真的要很多金屬的食物 對 餅乾盒之類的 餅乾盒 餅乾盒打頭剛剛好 對 馬身有效 漂亮喔 那我輸到三 二 四 二 五 二 六 二 七 二 八 二的話 他本身也喜歡 所謂的水性的一個飾品 水 藍紫黑的金丼 都非常加分 讚喔 其實我們說三一 四一 五一六一年刺的 他本身是需要洗土 散土 移土 所以磁器 白色的磁器也非常加分 土金相生 是 三四 四 四五 四六四 年刺的 我們稱為乙年生的 它本身跟石頭有關的 飽石 玉石 礦石 關在房間都是增加 什麼顏色都可以 對 因為它是以石頭的能量 來增加 在斗樹裡頭就是以這個石 藍紫黑的意思 三 五 四 五 五 六 五 七 五 怎麼放書呢 因為它是文昌虛化科 這是樹香的書 你怎麼這麼做 假裝線 因為書很多種啊 對啊 你說的那種書是 就有什麼顏色的書 我們說的是 比方說風水書 對 就是書香 書香 所以這種人除了黃天放書之外 還沒有結婚的話 居約會帶書 也會增加書卷氣 會增加成功的機率 366 366 76的 洪災 木雕 綠色植物 綠色的床單 都增加夫妻的超高的情緒 可以試看看 就是因為化科造成的 粉災可以增加夫妻情緒 因為它需要木器 這種尾樹六的人 丁年生的 木器會增加 他的愛束 慾望 情緒會增加 情緒 化科啊 變化的話 科學的科學 3949 596 7989連四的 紫色或黑色的床單 很少人用 黑色 有黑色的 很少吧 有的是黑色 有的黑色家爆紋 這種人有時尚的 現代風格 有 黑色家爆紋 有的是黑底爆紋的 也很棒 所以比較深色的床單 我自己也買好幾條 所以30 40 50 60 70 尾數是0的 就是 私人的收藏 它就是一種文曲化科 彼此夫妻有共同的收藏 在不違反這個 一般的神佛的情況之下 擺在家裡面 我覺得它都是一種 增加情緒的一體 就在房間嘛 放房間嘛 所以什麼都可以啊 所以我Seven收藏的那些 小娃娃也可以啊 對 共同的興趣 產生共鳴 共鳴就會共體時間 共同合成一體的意思